范迪刚电台训 基督徒的路上总有十字架 教宗方济各3月4日 在圣马尔大之家的清晨弥撒中 如此表示 耶稣刚刚讲解了钱财的危险 伯多路便问他 那些舍弃一切跟随他的门徒 将获得哪些好处 耶稣回答说 那些为我而舍弃家庭 房屋和田地的人 没有不在京时就得百倍赏报的 教宗评论说 伯多路似乎认为 跟随耶稣是一笔不错的生意 因为我们得到百倍的赏报 但是耶稣马上补充说 这些赏报也伴随着迫害 教宗说 耶稣好似在说 是的 你们舍弃一切 在这现世将获得很多赏报 但其中也有迫害 这好似一盘 用迫害之油所办的沙拉菜 总是这样 这是基督徒获得的赏报 这是那些 跟随耶稣的人 所要走的路 因为这是耶稣所走的路 他曾经被迫害 这是贬义自己的路 圣宝路对腓里伯人说 他贬义自己 他降生成人 听命致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这就是基督徒生活的色调 教宗继续说 耶稣在征服八端的教导中也说 几时人为了我而辱骂迫害你们 捏造一切谎话 毁谤你们 你们是有福的 因此 迫害是征服八端中的一端 教宗然后指出 门徒们在领受圣神后 立即开始宣讲基督 迫害也随之而来 圣伯多禄坐过肩 圣斯德王被杀害 许多门徒直到今天 人遭受迫害 基督徒的路上总有十字架 在教会和基督徒团体中 我们会有许多弟兄姊妹 许多父亲母亲 但我们也会遭遇许多迫害 许多弟兄姐妹 为了耶稣作证而遭到迫害 教宗悲痛地说 基督徒甚至不能拥有一本圣经 他们因为拥有一本圣经而被判刑 他们不能佩戴十字架 这是耶稣的道路 但也是喜悦的道路 因为上主给我们的考验 永远不会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范围 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一种商业优势 不是追求事业的发达 而是单纯地跟随耶稣 我们跟随耶稣便会遭遇迫害 让我们想想自己内心 是否愿意勇敢地为耶稣作证 我们也应该想想 那些在今天不能一起祈祷的众多弟兄姐妹 因为他们受到迫害 他们不能拥有一本福音书或圣经 因为他们遭到迫害 教宗悠说 让我们想想那些不能参与弥撒的弟兄 因为弥撒是被禁止的 很多次一位秘密的神父来到他们中间 他们假装在吃饭端起一杯茶 他们以这种方式举行弥撒圣迹 好使自己不被发现 这样的事也发生在今天 教宗最后说 我们想想自己是否愿意像耶稣那样 背起十字架 背起迫害 为耶稣作证 就如今天遭受羞辱和迫害的弟兄姐妹那样 这样的思考对我们大家都有益处 Nay把这棵作进行 这棵作证 以来